第67章穷的卧室 建筑类似于前世地球上古希腊王朝宫殿 99根百米石柱 撑起彭氏穷顶 四周墙壁上离刻着上古神话图腾 每幅图案都寓意着一段 恢弘壮酷的历史 你就是前缘剑圣 一道清新婉转声音从高处传来 穷坐在足有一栋三层楼房屋那么大的王座上 原本半眯半合的眸子缓缓睁开 我名方渊 并非时空剑圣 孟清周不卑不亢道 心里惊呼一声 幸好我机智过人 不然真被你骗了 孟清周冷笑 还说城主病危 陷入假死状态 听听这中气十足的声音 哪有一点病重的虚弱感 文言 穷目光一宁 语气转冷 哦 是孟清推荐你来的 竟有胆量医治一味神明 你的胆子不小 孟清周淡然道 受人所托 来帮个忙而已 我与城主非亲非故 帮与不帮都是理所应当 城主何必多多质问 穷一对金色树桐微眯 像是发现了什么 轻轻一笑道 小小年纪 言辞倒是犀利 难怪凭借一张嘴巴 就能动摇我禁卫军的军心 显然 此前在通天路上一番话 也被穷听见 但你说得不错 太古神城安逸久了 一族们渐渐忘记国仇家恨 忘记西年祖上耻辱 是该出去历练历练了 我懒得管这些破事 低级一族死活与我无关 倒是你有点本事 可愿意加入太古神城 成为城主府的管家 荣华富贵 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都可以给你 穷娓娓道来 语速不急不缓 一双金色眸子 却始终没一开 观察着孟清洲这具分身 孟清洲摇头 非常果断 不愿 为何 穷疑惑 好男人志在四方 屈居当一名管家 有损我的道心 孟清洲说道 笑话 大静女帝八台大叫请我 好歹也是这儿八经关身 关闲还不低 说得好听是管家 说得不好听 不就是奴仆吗 穷也没抢求 白白手说道 那么闲话到此为止 替我治病吧 丑话说在前头 若你能力不行 就让孟清换一个人来 孟清洲讹首 走到王座前面 低头看着穷 空洞无神目光 具有狠压迫力 穷抬灰 与之对视 一秒 两秒 一分钟 穷翘脸舒然一红 别扭地做得端正一些 匆匆欲指腐顺发丝 表情窘迫 嗓音略带愤怒 干嘛直勾勾盯盯着我看 还有 谁允许你上前 靠得我这么近了 退下 孟清洲默然道 我在感受你体内酝酿的 神明灾恶 很不幸 一个坏消息 一个好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文婷此言 穷一愣 随口道 坏消息吧 我喜欢把好吃的东西 留到最后 孟清洲点点头 十分认真说道 明白 好消息是 神明灾恶暂时不会溢散 城中感染者会慢慢减少 穷拍着扶手 大声叫嚷 喂喂 你耳聋吗 我问的是坏消息 对此 孟清洲继续补充 好的 那坏消息是神明灾恶堆积的非常多 快要在你体内爆炸了 穷先是瞪原信念 正要斥责 当听见后半段时 转怒为惊 爆炸 是的 孟清洲一脸诚恳 道 但你放心 我能帮你 说着 孟清洲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一堆瓶瓶罐罐 整齐摆放在桌案上 仔细筛选 留下十几个瓶子 那 你看 孟清洲指着桌案上瓶瓶罐罐 认真介绍道 这里有炼金化气鼓 血洗鼓 金风送爽鼓 肉白鼓 鼓 自立更生鼓 九转生鸡草 生息鼓 穷从漫步惊心表情 逐渐转为凝重 然后嘴唇煞白 樱桃小嘴 缓缓张成欧形 这些蛊虫小的 只有指甲盖 大的 足有墨盘大小 长相极为丑陋 要么尖嘴獵牙 附生八根触手 黑色钢毛树立 要么虫身人面 要么散发臭味 又丑又恶心 穷最大的弱点 就是害怕虫子 如今看见种类齐全 且都是齐形怪状的蛊虫 吓得脚趾死死扣住 鼓勇着挪动屁股 往后退 这些蛊虫 是我精心炼制 具有治愈效果 但不清楚 哪一个对你有效 所以 咱们一个个是 孟清舟说道 神情严肃 看上去仿佛真是一位 有良心有担当的医生 孟清舟表面肃穆 心里却笑开了花 归功于小说剧情 他非常清楚穷的弱点 诞生之初 穷还是一只未化形的荒兽 曾被一只蜘蛛精追杀数年 又是阴影 终究覆盖了成年后的穷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胆敢算计本见胜 狗盗留修士 讲究迎人有度 一味龟缩不图报复 那就是忍者神龟 你你你 确定这些玩意 能够治愈我的神明简 穷被持打战 金色树铜都在地震 当然 我拿人头担保 孟清舟非常肯定 嗯 当然不能治愈了 但这是一句分身而已 随便扔给你杀 结结结结 别怕 他们只是长得丑 心底很善良 而且特别暖心 有治愈神效 孟清舟捧着一只人面蛊虫 一步步逼近 穷退无可退 后背抵着王座靠坐 瑟瑟发抖盯着蛊虫 口中喃喃 别 别过来 别怕 他们暖心又能治伤 别辜负 尝试一下 孟清舟抑制不住笑意 终于绷不住了 堂堂神城之主 被他吓得哇哇叫 这也算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了吧 就在这时 穷忽然停止颤抖 神情恢复如常 伸手握住人面蛊虫 一把扔在地上 摔成肉泥 随即 一道清冷幽怨嗓音传来 见圣老爷 你还是一如既往喜欢捉弄人呢 你可知 我等了你多少年 孟清舟笑容凝固 心脏雷动如骨 穷目光荡愿 一把摁住孟清舟肩膀 将其摁倒在王座之上 吐气如蓝 在他耳畔轻声说道 这世间唯二了解时空之道的人 只有我 无论如何掩藏 在我眼中如同丙烛夜行 剑圣老爷 奴家真的好想你 穷的金色树铜 隐隐闪过一丝星红 数万年过去 他每天掐着时间 等待相遇的这一天 没人知道 当他听见时空剑圣横空出世 在女帝生辰验震杀七大年轻至尊 是何等的兴奋 为了等待这一天 穷窝居太古神城 收留了无数一族 让他们留意 时空剑圣的消息 不止如此 穷每隔七天都会悄悄溜出去 前往世界各地打探消息 慢慢地 穷放弃了 他知道那个男人的预言 也许并非预言 而是一种必然 因为他来自三万年以后 道 尽管那个男人没说 但穷心里就是这么认为 神女 请自重 孟清舟大惊失色 同时暗自疑惑 思考穷妹话语中含义 你以前 认识我 穷轻柔抚摸孟清舟脸颊 然后轻轻拍了拍 道 把你的真面目给我看看 我问你话呢 孟清舟手掌抵住穷妹肩膀 奈何对方实力比她强 推不动 你先把原本相貌展现出来 穷妹再次强调 无奈 孟清舟只好幻化出 前缘剑胜相貌 看着前者 说道 满意了吗 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我们以前认识吗 穿越至今刚满三年 突然发现 疑似很多年前做了渣男 惹来了伤心病娇女的纠缠抱负 忘你嘛 就离谱 你还在骗我 这不是你本来面貌 穷雨调忽然冷了下来 三万年前 穷曾亲眼见过那个男人 他病脚斑白 身穿道袍 如牙且俊朗的青年男子形象 若是孟清舟看见 一定会吓得跳起来 这不是仙剑三里面 成为鼠山掌门的白豆腐吗 难道还有穿越者 你别太过分 孟清舟咬牙 再敢逼我 老子当场自爆 死给你看 我就过分了 你奈我何 弯双手还住孟清舟搏梗 白皙修长双腿锁住她的腰身 像是一条水蛇 缠绕住了猎物 感受到对方炙热吐息 扑面而来的 还有芬芳清香 孟清舟眼神逐渐凶狠 时空剑意陡然爆发 磅礴如海的剑意 仿若倾尽了江河海洋 席卷了整座宫殿 这是孟清舟第一次全力出手 威力远超以往 甚至能够威胁到昭辉镜 除期休士 是我太心急了 穷后退几步 猝不及防之下 手臂被割破一道口子 渗出一滴金色血液 也对 你还没有见过我 或是失去记忆 或是来自未来 相遇的时间还没到来 不管怎样 几万年都等了 不差这一时半会 穷抬起胳膊 粉嫩舌尖轻轻舔噬着血液 眸子里透露着的疯狂之色 渐渐消退 念及至此 穷恢复淡泊神情 重新坐在王座上 说道 刚才只是一个玩笑 我喜欢捉弄人 因为你拒绝了我的邀请啊 孟清舟时光倒允 在手里凝聚出一柄剑 站在穷的面前 冷声道 仅仅因为 我拒绝了做你的管家 是的 穷汉手 他没有说出真相 害怕说出来以后 会导致未来剧情发生变化 孟清舟继续冷声道 那么 继续回答我之前的问题 胡言乱语罢了 我怀疑你是一位故人 现在发现穷淡然一笑道 并不是 我向你赔礼道歉 对不起 不过 你我也扯平了 谁让你用那些蛊虫捉弄我呢 你说是吧 剑圣先生 孟清舟深吸口气 愣压心中怒火 重新变得平静 不值得跟这种疯女人较劲 等我突破朝辉镜 一定要狠狠报复回来 出道至今三年整 孟清舟从未吃过如此大亏 竟被一个女人摁着羞辱 奇耻大辱 别说什么 被每人占便宜不吃亏 她是瞎子 眼里没有没丑之分 你果然是她 穷盯着孟清舟手里的剑 熟悉的时空剑意 唤醒久违的记忆 之前只有五成把握 确信你就是她 现在我百分百确定 你一定是她 穷抑制不住笑了起来 恨不得立刻将孟清舟控制住 永远留在身边 我不愿为一个 不尊重客人的家伙致便 告辞 孟清舟挥手驱散建议 头也不回 转身就走 穷食指轻轻敲击桌子 另一只手撑着下巴 露出一对小虎牙 笑道 剑圣先生 我们立下盟约吧 守望相助那种 如何 孟清舟不乏一缓 速度变慢几分 我保证 以后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冒犯你 孟清舟微微一顿 有些迟疑 这 初衷就是想和穷妹建立友好盟约 如今暴怒之下翻脸 无异于劫仇 这不符合狗盗思想 再加一条 只要你帮我治愈神明节 允许你向我提出任意三个要求 穷竖起三根手指 注视着孟清舟背影 补充道 无论是否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都会亲近所有 竭力相助 孟清舟驻足 背对着咳嗽一声 慢慢转过身 道 当真 当然 穷灿烂一笑 那好 说定了 孟清舟点头道 穷伸出手 准备和孟清舟握手 却发现对方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到背影消失不见 孟清舟直接钻进时光长河离去 穷眼中再次充斥迷离之色 自言自语道 好险 差点玩脱了 可是贱圣老爷 你依旧那么魅力四射呢 幸好你身边没有肮脏的女人 不然我可就要生气了 看来你还是很洁身自号的嘛 时光荏苒 匆匆几天过去了 太古神城门外 大进朝廷军队 驾驭玉空非洲 悬停在空中 成功迎孟侍郎回京 近卫军大统领林禄 站在非洲船头甲板 隔空抱拳 朗声笑道 三架遮天蔽日的玉空非洲 罗列着上万名大进朝廷大军 惊奇随风烈烈作响 林禄侧头 看向身旁 一位杂役小兵装扮的小老头 忍不住巧声道 首府 按照您的要求 规格以普通侍郎标准 保证不会让帝君起疑心 文言 首府微微汗手 看着云层下相依为伴的一男一女 女人穿着朴素 纱不遮面 眉眼弯弯 和孟清洲有说有笑 气质甜淡 江沧海眼神恍惚 曾几何时 陛下时常回荡在上书房里的叹息声 再难听见 号称修炼狂魔 时时刻刻给自己施加压力的擒流离 也学会慢下来生活 就连贯彻女帝一生的霸道二字 从遇见孟清洲那一刻起 变得柔和许多 陛下 此刻起 您才真正有了帝王气象 江沧海热泪盈眶 默默败了下去 帝者 当霸道与天道合二为一 既有温柔寸心 怜悯苍生之苦 也有王之一怒 敢叫仙神扶珠 以前女帝只有霸道 现在融合了天道 视为真正的帝王 城墙上 穷吉木远跳 送别孟清洲和东方琉璃 只不过她的视线 一直在搜寻着谁 直到看见一步一驱 跟随在孟清身后的黑袍少年 穷眼前一亮 传音道 老爷 您也要跟随孟清一起回大镜吗 黑袍少年传音回复道 是的 神明灾厄经过整整七天的拔除 短时间内不会再爆发 需要注意的是 别轻易动手 等待百年一次的神明节彻底度过 你的实力才能恢复 灾厄就会消失 这七天时间 孟清洲分身一直待在城主府 以时空建议为任 昼夜不歇 才勉强压制住神明灾厄 但是这七天 绝对是孟清洲人生中 一段不堪回首的黑历史 穷虽然谨守诺言 没有肆无忌惮冒犯 做出轻逆愉悦举动 但时不时言语刺激 假装不经意间磕碰 半夜总是梦游 梦游时候还施展功法 翘无声息溜进孟清洲房间 第二天醒来 掀开被子 就发现像八爪鱼似的抱住自己 立此 孟清洲原本赞助太古神城一个月的计划 被迫终止 好的 弯缓手脱腮 眷太望着黑豹少年 头也不回 叛復通来人 告诉神城里的高层们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让他们低调一些 别给神城惹来祸端 是 一名天使族禁卫军抱拳 我安饭起笑意 想逃脱我的手掌心 门都没有 你走到哪 我就跟到哪 城中一族居民 纷纷出城相送 许多人热泪盈眶 对孟清洲满是感激之情 大进文武百官 也跟随玉空神洲来了一部分 见此情形 全都有些震撼 恭送孟神医 神医 我等会为你修建宫庙 立碑文传送 您的名字 将浓墨重笔 留在一族史书上 孟神医放心 倘若有人敢欺负你 太古神城将是您最坚实的后盾 都回来看看 我犀牛族圣女 会一直等候您上门提亲的 还有我青苍蛇族圣女 别忘了我家蟒雀族族长迪章女 一直对您放心唐许呢 孟清洲听的是汗流加倍 笑容僵硬 腰道软肉 被人狠狠揪住 你挺受欢迎的 是不是背着我 调戏一族少女了 东方琉璃嘲讽道 一只手放在孟清洲 腰部猛揪 疼疼疼 孟清洲赶忙求饶 低声道 孤奶奶 我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 哪有这闲功夫呀 最好是 东方琉璃哼哼道 若是让我发现了 你自己姑娘姑娘 文言 孟清洲背脊发凉 只能在心中暗暗祈祷 希望穷妹这封披病骄 千万别缠着自己了 否则两位招徽大能撕起来 他家在中间 怕是要被立劈成两半 玉空神周上 江沧海目录一色 差一道 一族对人类恨之入骨 为何独独对帝君如此恭敬 竟要为帝君见妙立碑 饶师大进智囊 此刻也是既震惊又不解 您和大祝国 不是一直猜测 帝君乃当是圣人吗 圣人施恩于天下 受一族感恩戴德 太正常了 灵鹿理所当然道 江沧海翻了的白眼 懒得回答 圣人之言 终究只是猜测 倘若帝君真是圣人 就应该知道 自己身边是一些什么人 而非一直蒙在鼓里 可帝君不是圣人的话 又该怎么解释 他那些神鬼莫测的能力 不知情的大进群臣 反应更是激烈 陛下宫中传指 说是孟侍郎 出使太古神城 面见神城之主 建立友好关系 我还以为是假的 没想到 竟折服了满城一族 天哪 这怎么做到的 一族恨不得圣诞人族 饮人血 食人肉 面对孟侍郎时 太古为何截然相反 不愧是女帝看中的宠臣 以前我觉得 没有修为是孟侍郎最大的诟病 如今一看 修为才是侍郎唯一的弱点 是啊 这种人再有强横的修为 该何等恐怖 诸国怕都要睡不着觉了 林璐和一众群臣迎了下去 恭维生不绝于耳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陛下对孟侍郎重视程度 仅次于大祝国和首府 隐隐成为了大晋第三全臣 侍郎大人 随小关灯神舟 回大晋吧 林璐默默看一眼孟青舟身旁 一副小鸟一人模样的东方琉璃 经不住眼皮狂跳 身为京朝村的演员村民之一 林璐十分清楚 孟侍郎的媳妇究竟何许人也 哪怕将身材 容貌都遮蔽得严严实实 就连修为都隐藏了 林璐也能肯定 这女人绝对是陛下 不急 孟青舟摇头 迎着林璐疑惑目光 走向远处一群异族年轻人 这些异族的年轻一辈们 都天赋极高 收拾好行李 整装待发 站在最前方 是天使妹子连岳 神医 连岳恭敬行李 然后又朝着一旁的黑袍少年行李 道 先生 黑袍少年方渊 莫然道 真的决定好了 我再提醒你们一遍 那日 我说的一切 是让你们收敛 世财傲务的轻慢态度 和对财博的贪念 别曲解了意思 连岳点点头 笑道 我明白 先生 不过我等心意已决 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做的事 另一名异族青年接过话查 坚定道 我们要闯出一片天 闯出异族的容身之所 方渊轻叹 道 我明白了 萍水相逢的临别之礼 希望未来有机会再相见 说着 方渊随手挥出 每一位异族年轻人 手里多出一枚玉佩 遇到生死危机 玉佩可救你们一命 记住 一枚玉佩只能使用一次 可注意要后期 修饰以下一切敌 剑圣出世 第一卷正式完毕 下一章开始 是第二卷 卷名 剑圣出世 身份大曝光 就在这一卷里面 主角所有马甲 统统都将曝光 然后 对于究竟是善女主 还是后宫 统一解答一下吧 是善女主 第一章 回归大晋玉空神州 造价高昂 堪比半仙灵宝 整个大晋王朝 也不过区区实价 特别点是速度快 不计消耗燃烧燃料 可进行中远距离跃远 神州还装载了 一系列防御 攻击 辅助性能阵法 可谓一艘高配版本的 空天航母 仅仅半个时辰 玉空神州跨越数万里 回到大晋地经 东方琉璃是 悄悄离开京城 如今也是悄悄回来 没有引起轰动 反而孟卿侍郎 出使太古神城的消息 不进而走 引得百姓夹道欢迎 媳妇 你随我去拜见一番女帝吧 陛下待我不薄 特意为我寻找了个理由 说是出使神城 还派遣神州迎接 应该拜谢 孟卿州对女帝 愈发顺眼 已经很慢反感 排斥得起来了 但媳妇是个醋坛子 称赞别的女人 势必引得不快 称赞女帝 估计效果也一样 所以孟卿州说得十分含蓄 啊 一起拜见女帝 东方琉璃愣住 绝世冷俊容颜 罕见地露出一丝慌张 偷摸跟在一旁江沧海 秦风火 平住呼吸 亲手亲脚躲着 闻言 两个鼻青脸肿的老头子 面面相去 为何鼻青脸肿 因为秦风火知道 帝君意外失踪 唯独自己被蒙在鼓里 气不过找江沧海打了一架 两个老头子都没用修为 互相肉搏 导致两大驻国 都提前请了明天的病假 坏了 帝君要和女帝一起去面圣 这可咋整 秦风火传音道 江沧海捋着胡须 沉吟良酒 缓缓传音说出一句话 让苏青秋假扮女帝 嘱咐青秋丫头 记住口诀 少说话 多装十三 秦风火犹豫 几眉弄眼的传音 能行吗 苏青秋这丫头傻乎乎的 别整漏线了 放心 有我在旁边盯着 没有问题 江沧海 给予一个自信满满眼神 俩老头很快敲定完细节 将计划内容说给女帝听 见东方琉璃点头 事宜没有问题 江沧海赶忙跑去 金鸾殿布置现场 秦风火 则火急火燎捧着一件龙袍 前去寻找苏青秋 也行 一起去见见陛下吧 东方琉璃汉言道 尴尬的脚趾扣地 孟青州笑着汉手 没有意外 媳妇是女帝遇前女官 见女帝理所应当 想来就不可能拒绝 当即 拉着东方琉璃软嫩小手 快步如风 挡老皇宫 走慢点 走慢点 东方琉璃搭拉着脑袋 像一只鞍唇 假装捂着肚子 低声说道 来月室了 别走太急 走这么快 万一苏青秋他们 还没准备好咋办 须得拖延一点时间 孟青州一惊 月室 大姨妈 来 孟青州毫不犹豫 走到东方琉璃前面 蹲下身子 胳膊朝后招了招手 干嘛 东方琉璃发呆 疑惑问道 从这里步行进攻 距离不近 我背你过去 孟青州说道 啊 东方琉璃翘脸一红 忍不住环顾四周 这里正处闹事 嬉嬉嚷嚷人群 无数双眼睛 她光是想一想那幅画面 就修得抬不起头了 这个时代少女 无论身份贵贱 实力高低 羞耻心都很重 特别是公然秀恩爱 简直羞耻心爆棚 不 不要 东方琉璃连连后退 都老夫老妻了 还这么身份作甚 孟青州态度强硬 见媳妇不从 直接循着声音方向走去 弯腰一把 搂住东方琉璃腿弯和腰背 直接抱在怀里 公主暴行事 大不留心走向皇宫 这一幕 属世看待了街上行人 百姓们都认识孟青 一时间整条街道鸦雀无声 变得真落可闻 不是说侍郎大人 被女帝说为面首吗 侍郎怀里那位 又是谁 难道不怕女帝大发雷霆 你腿磨的 再敢污蔑侍郎 小心我揍你 早就成亲了好吗 侍郎大人 并非女帝面首 生辰宴那天 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那这是侍郎大人的媳妇 好福气啊 男俊女 女的戴着面纱看不清 然而 谁都没发现 人群中有一个身影 静静地处理不动 少女眸光藏着脚侠 眼睛直放光 孟青侍郎和大静女帝 竟然玩得这么滑 穷像是见证新世界了 感到非常新奇 视线始终追随着孟青州背影 招徽静后期大能 悄无声息溜进帝京 本意是想纠缠时空见盛 可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出戏 立刻改变主意 决定先玩一玩再说 反正时空见盛 绝对跑不出她的手掌心 苏清秋假扮女帝 真女帝却和孟青 扮演凡人夫妻 而且 孟青侍郎和大静帝君 竟然是同一个人 460528区区半部招徽 和一位半山静的传音 可瞒不过穷的耳朵 秦风火和江沧海之间的交流 被她全部听见了 穷兴奋地像一只瓜田里乱窜的茶 妈撒着下巴 喃喃自语 我也想玩 可是该怎么加入进去呢 有了 苏清秋 穷一对小虎牙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旋即踏入空间乱流 直接消失不见 片刻后 帝京皇宫 金鸾殿一系龙袍加身的苏清秋 如坐针针地坐在龙椅上 眼神充满了慌张 求助似的 望向躲在帷幕之后的江沧海 我 我不敢 别让我养了吧 苏清秋欲哭无泪道 放心 待会一切听我指示 江沧海给她加油打气 忽然 江沧海感觉眼前一花 视线有一瞬间模糊 然后又恢复清晰 不禁柔柔眼睛 再次看向苏清秋 对方没时变化 只是原本紧张慌乱的表情 转变为兴奋 一对灵性十足 蓬某眼巴巴盯着店外 迫不及待张望 调整得这么快啊 江沧海亚裔 默默竖起大拇指 传音道 很好 表现得不错 再稍微收敛一点 就完美了 苏清秋 回头 余光披一眼江沧海 吐吐粉蛇俏皮一笑 知道 放心 看我表演 说着话 苏清秋不留痕迹 将龙椅下面 一直伸出来的脚 给踢了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